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节目 来 人生的歌 今天我们来看127片 我们来看这个所有闻 买去生殿的时候 他所写的这个歌 就是说要敬拜生殿的时候 他所写的这个歌 他写的什么呢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这几集所谈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第一站他就说 说什么 说如果不是要发建策 如果不是要发给你帮帮帮就对了 我们做的人 都白菜感觉了 如果不是要发给你顾 你在那里看的人 你在那里顺路 还是说在立班的人 我们在那里说 我在顾 我在顾 说没差你在经济 你说我都没睡 同样的东西就没去 很奇怪 意思就是在说 我们人们自己买高级 如果不是上天在跟我们生酒 你的家位无论多好 最后也是出问题 所以可以照你的家位 那不是你厉害 那是上天保庇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句话什么人说的 所有人说的 所有人问什么人 人类历史上最有地匪的人 所有人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在乎 他的地匪 第三出名的就是他的女婦 他生活平很多女孩 你看所有人 什么就都有了 他一个感慨 当他这么聪明的人 他要去见上帝时 怕在楼顶时 他也在唱歌说 上帝不是靠我 不是我 如果不是要我去见座 我就不猜我去出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上帝保守 我起床起床的女孩 就说很好很好 一个地匪的女孩就帮她了 那都是上天在顾 你说我真够做事业 你真够做事业 你乘客起床很大间 那是上帝保守 那是上帝守方 那如果没有 那如果高的孩子 给你点一支环奈会 放一支你就不去了 对不对 一罐起床的环奈会 你的事业 就过千万都不去了 你不要说不 你如果看我们台湾这些 企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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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说多好业多好业 在榜的时候 我们每天现在有一个记录 发言说你这个拿保证金来 拿多少 拿一亿两千万来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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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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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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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這個情勢不是要拿來給鄉下 是要從家裡補出來 你說過去多好一點的人 現在拿一頁外去跟人說拜託 拜託讓我可以回家 那叫做保證金 你想想說人生就是這樣 大起大落大起大落 那不是上帝書 你的事業要做到成功 我要做一枚一枚給你做 一枚一枚給你做 我知道很多人的事業要怎麼做 他接到一張很大張的這個招鍋 很快樂 這伏會出人而已 我為他工具今天靠一段 結果出人來向退火 你看那多少錢你知道嗎 說什麼你一伏會有哈塾 瑕疵品 我沒有想想退回去 你一伏會有哈塾 那幾個主金都阿里 你如果說那張鍋端很小的鍋 沒有幾鍋 那順時還要照 差不多就差不多 那張這個鍋端很大鍋 那張鍋端很大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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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時候不是人的空間 那張鍋端很大鍋 你如果說我們現在一些 壞人無台無事 這樣去遭契市場 像我去這個便利商店 像你的產品拿回家 把你下毒 然後把你放在哪裡 不然人家喝一個水氣 你整個產品 全國的便利商店 大閨店 將你公司的產品 全部收到回來 明明就只有那一罐 但是沒辦法 因為消費者會怕 全部收到回來 瞬息這眼睛 你看這種事情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才會貼乎說 過去我可以平平安安賺錢 這個消費者可以蓋起來 買我的東西 回來喝 回來吃 看起來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這杯子有上帝保守嗎 有喔 你說我沒神 沒神也是上帝保守 你怎麼這麼有趣 那跟你有神無神無關 不管你有神無神 這個小的平安是上帝在將貫 不是說你有神上帝才有在貫 你沒神上帝不在貫 不是這樣喔 有神上帝在貫 你沒神上帝貫不在貫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這個小的就是有一個神在貫 所以你說你過期你的日子的平安 那都是上帝 暗中的一個保護 所以當一個人前面上帝的時候 他上上說這句話 他說 欸 我以前還沒想到的時候 那我怎麼上帝在幫我幫忙呢 不然我怎麼有那麼多 可以成人這樣的人是厲害 可以成人這樣的人是一個快樂的人 他可以這樣想 他可以這樣了解 他把這個真理 他是在快樂的人 他如果說每天都靠我自己那都是我的 他不用感恩 他不能感恩 對吧 這是跟這個人的個性有關係 有一次一個老師 他發一張白鎖的這個學生 說來 你們現在將你最討厭的人 鎖在上面 有人鎖開 不然鎖不出一個 有人鎖很久 鎖兩三個而已 有人兩分鐘就說 老師我鎖完 但是也有人 鎖鎖到狂狂狂 我討厭的人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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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得夠多耶 結果老師這鎖收回來後 發現說 那個鎖超多的那些人 他很討厭 我也要討厭你 我也要討厭你 他討厭很多人 那些人 就是其他人 大家都共同想討厭的人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看別人不正常 別人看你也不正常 那些事都寫不出來 那種人 沒有人寫他的名字是誰討厭的人 因為他本身對別人就好 他就說不要我不會討厭你 在他的辦公室都沒有什麼討厭的人 他當時也沒有討厭的人 他的朋友也沒有討厭的人 他覺得這個時間就沒有什麼討厭的人 這種人很快樂 你在討厭的名字裡面 你沒有寫別人的名字 別人也不會在他的名字寫你的名字 了解嗎?這樣你就很快樂 因為你沒有討厭別人 別人也沒有討厭你 你如果名單裡面鑽鑽人名字 這個外套家 那個外套家 討厭這個 討厭那個鞋一堆 我告訴你 你這個人的個性就是很厲害 很愛顧人圓 天生就很不滿的那種人 很不好的那種人 這個個性都比較奇怪 比較懶惰 比較矩矩矩矩矩矩 這樣 比較離開就對了 這種人最最你的名字 出現在別人 我最討厭的人 那個名單上面 大家要有你的名字 所以我用這個例子 給大家了解說 你如果有一個感恩的心 你如果可以說 兄弟我感謝你 你說 上天實在很保守我 你如果有這種心 善良的心 你是一個快樂的人 你如果不能這樣想 這都我自己的 怎麼有什麼 兄弟在保備 你的心如果這麼矩 你覺得這一切都你的 我覺得很方便的一個人 你不會快樂 你是不是說 煩族都靠自己就會快樂 不會 我覺得我如果想 其實我過去 醫生中間 上天派很多天才來幫我幫忙 很多朋友都我的天才 很多想說貴人就對了 這些貴人都天才為重的 都天才為徒 今天我的成功 不是我一個人的成功 我的感謝名字 有夠重的 說不定 我要感謝很多很多人 這種人 人見人愛 大家看到都很開心 這種人 他就是這個社會上 熱心的人 他就是這個社會上 我們叫做感恩的人 如果這種人 大家在家裡 覺得很困惑 他很感謝 我們沒有做什麼 他也感謝得到 他就心存到一個感恩的心 所以 如果一個人了解說 其實我心裡中間 很多的事情 那些都相對無形中 在幫我保守 我覺得這個人 他的心就是一個很開玩 他想到說 很多事情 那些人如果不是你保守 我怕10萬元就怕到 你說你這樣想怎麼笑 不是笑的 你這樣想是很快樂 你會覺得說 我每天都活在相對的保守 裡面 你如果有很多東西 你這樣想感謝 你是一個快樂的人 別人 因為你也吃最快樂的人 你如果一個小孩想想說 媽媽感謝你今天煮的飯做好吃 這個小孩 你敢不聽 這很可愛的小孩 他說這個話 你也聽得很困惑 他自己也有一個快樂的心 這個小孩很快樂 這個小孩好像說 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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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煩惱 這個小孩是很快樂的小孩 你給他做一個很麻煩 要跟他找麻煩 自己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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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做這種人 這是可以選擇的 先來的朋友 你要選擇過什麼樣的人性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 這個117片 要跟大家說一個很重要的關聯 你人性多少歲 你可以有你的界尾 但是你的界尾會成功 那個背後 實在是上帝 暗中在幫你幫忙的 你如果可以接受這個關聯 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原來你的一生中間 上帝上帝上幫你幫忙 上帝上派很多主緣來幫你幫忙 你就可以成功 你如果用這種角度 你能夠認識這個真理 你的生命會很大很大的改變 口感到沒什麼 所以在這個117片的蚵蚵團 他就來講 他說日路就是上帝給你的 他用這個很實際的跟我們講 那不是你厲害 這種東西不是你自己可以決定 不是說我嫁人要生幾個 你就可以生幾個 有的人生就生不出來 有的人沒想到生就生一堆 你怎麼講 所以說這種生孩子的事情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可以決定 你說現在人有種的精子銀行 我們現在不是說人工受精 現在還可以多胞胎 你一塊要生2個3個4個水菜里 那都可以控制的 可以配一顆 現在口氣這麼進步 基因工程這麼進步 什麼日路上帝的産業 那不是這樣 我跟你說 那如果沒有上帝的適合 那如果不是上帝的收縮 你自己用這個人造 做出來的這些孩子 帶給你的不一定是快樂 你請你注意這個觀念 請你注意這個觀念 日路是上帝的收縮的3個 意思就是說 無論你今天 你是用什麼人造的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也好 基本上那就是上帝 給我們的一個方式 你如果是沒有了解 是上帝的收縮的 你要用你的方法 說這是我的功能 你這種心態 你教育出來的孩子 他也不快樂 你也不帶我 你不知道 何必就這麼痛苦呢 好啦 這個觀念要稍微休憩一下 回來之後 繼續來討論 這個趣味的一個月 好了 待會兒繼續收看 路上的節目 歡迎回來 老三的節目 跟大家來討論這個觀念 說很多事實在是 晚上上帝都在幫忙 那不是上帝在替你顧 你再把眼睛抖抖 你也顧不住 我記得一個禮 我們一個青年 他在造兵的時候 他就去海邊顧海邊 海巡的 海防的 他說我常常看人 他說要抓招呼 很難抓 有夠難抓 你一番小的 探照燈 你現在這樣 在海邊這樣也在照 可能你剛才照到吃的時候 他剛才衝過來 你不是說 每次你照剛才好 你照的時候 他剛才在照書 他準了剛才一眼 不一定 不一定 你沒辦法說 我怕又如何厲害 反正你剛才 剛才一分鐘給你睡 剛才那分鐘他就來了 這有時候你就很難說 人家在衰 有時候政府我先拆開 你這樣整個月都沒睡 就只有那一分鐘而已 結果事情就發生在那一分鐘 所發生的 所以我們看很多 船廳裡面的電影在做 在做這個 要什麼沾濕一個基地 就說溺一個大樓 那就是賺那個經緣 反正說我去便租 剛才去便租 30秒出來而已 什麼事情 我先說 剛才30秒 那個差勞就算進去了 所以那不是最大的保守 剛才我們剛才看到 剛才這麼嗆死 有時候你看幾個月 最重要的那個你看不到 我都沒知道 沒知道你在那個地方 這麼認真的經濟 所以先用這個 很簡單的形容 就是你說 機會就對了 我們還要嗆死 那兄弟替我們照 那兄弟如果沒有照 你又自己怎麼看 你又看不到 那如果沒有兄弟幫你安排 你又把眼睛大大約 想到一個照片比較漂亮 所以你要想你想不到 兄弟如果沒有把你帶到你的面前 讓你們熟悉的時候 忙忙人海中 反正剛才我們兩個人 在那些人海中 都很閒心 那個愛情故事 想要什麼 向左走 向右走 兩個人每天都有吹 我們都沒見到面 那個愛情這樣擦身而過 不怪我們說他們的天主 就是我們今天在說這個意思 那不是兄弟在幫你照 那不是兄弟在幫你照 那不是兄弟在幫你安排 你怎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路了很久 兄弟如果沒有給你那個機會 你也是答不到 所以說 如果不是兄弟替我們看守 如果不是兄弟在保護 你又叫什麼保全公司來 才有什麼出事情 你如果有了解這點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知道經緣兄弟 你會知道說人不會太過激 你就會聽話說人沒有這個 萬不意識的 人都多少 都多少 都多少出色的時候 人一般的形容說 你如果吃這個燒餅 燒餅上面都有這個芝麻 說你吃這個餅 絕對芝麻落在肚子裡 沒有那個萬不意識的 連一顆也沒有落 你餅不太大 剛才你都餅了 幾顆桌 幾顆桌下去 這樣 但是那會怕死 那都不一定 你吃燒餅 多少 一些油油的落落 意思就是 我們人在做事情 一定有一些因素 你沒辦法當成這樣 一定的 我們如果有結婚的朋友 我們就知道 你要敲道手 我會結婚辦幾道 我當然很難敲 誰說 你就不知道 你結婚一天好天 還好天 好天相容 很多朋友都來 原本說我沒有來 好天他沒有料 他也會來 下雨天 我 你繞到好的朋友 不好意思 今天下雨天 我沒方便 我沒辦法出門 我搭車 怎麼沒有來 你做的東西 你怎麼加算 所以 用這個聲音跟我們說 說一個觀念 人家在世間 你要必須生人說 很多東西是天在幫我們幫忙 不是我們自己的頭 所以 阿伯就在形容 那個這個 跟我們說 他說 日律就是最重要的 你的選擇 他說 年輕時 我們所生的小孩 像一個養子 他在寫這個字 寫很準的 寫很準的 他說 這都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選擇 我們沒辦法 我們自己來控制 那不是我們自己的方式 我們就做得到 雖然我們現在 現在是真的 我們人可以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科技 用這個基因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小孩來 可以有一個不孕症 我們本不生 透過這個醫療科技 現在有這個不生 現在不可以生 但是 那個技術也是相對所溫馴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相對 如果沒有要做這個基因的工程 基因的後面 相對如果說 這個必必 我沒有要公開 你怎麼研究 你如果研究不出來了 你研究不出來了 相對 讓我們人有這個科技 我們人就要有那個地位 知道說 我要怎麼使用這個科技 我要怎麼來使用 那是相對 那叫做三個 就是說 你就要自己知道 我要怎麼處理 我要怎麼來管理 你必須要來學習 所以無論你是說 自己生 還是說我們是透過這個寺館 嬰兒 還是透過現在相對的科技 都一樣 你有一個小孩 那就是相對給你的 你如果沒有生人這點 你說我自己害我 我害我生了 你要怎麼 你沒有我的發展 我就害我生了 跟相對不關你 是啊 你如果沒有這個關聯 你說我真的害我生 這個小孩 是不是真的 他會威得很快樂 是不是真的 他會帶給你祈祿平安 帶給你祝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照相對的心意 來看待生命 你沒有去祝福生命 這樣就很可笑 所以我們先進說 聖經說 其實我們有孩子 感恩 那相對給你了 不是你老生 這樣聽我了嗎 我們做朋友說 我老生 我生自己的小孩 那小孩給你了 如果相對沒有給你 你生自己的小孩 你生自己的小孩 也有可能 我生自己的小孩 就對嗎 不然你說得對 我就生自己的小孩 生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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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快 怎麼會快 一定生天才才 生自己的小孩 生自己的小孩 沒有一百分 都不是生自己的小孩 我們不能這樣 人好一個生命 那些都補貴了 那些相對嚇壞了 相對嚇壞了 相對嚇壞了 那些人不一樣 有人大顆 有人小顆 就是這樣 那些都是相對嚇壞 有些人聰明 有些人說 那些都沒關係 那些都是相對嚇壞 相對嚇壞 相對嚇壞了 你就餵一餵 相對嚇壞一餵 你就餵一餵 你認真得餵就好 那些都是相對的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人如果 有一個人 開放的這個人生觀 我想你不會痛苦 你不會痛苦 你有盡力就好 你就快樂 小孩有小孩的福氣 你不用拿他乾 不用一個小孩 這樣補給他四季 你四季就要不補給他四季 就笑死人 不用有小孩吵這麼多心 你好 教育事好大 事好 事好事好 事好事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些相對嚇壞了 所以嚇壞了 所以嚇壞了這個事情 是處理的一段經文 好了這部時間很快又到了 沒關係 我們這個視頻裡面 要再很多很多 奧妙生命的道理 後來一集繼續收看老三的節目 謝謝 上便當喔 有啊 以前小時候 都爸爸媽媽上便當啊 我自己帶便當啊 現在怎麼像比較少呢 現在都自己買便當 不然就吃小孩的 什麼營養午餐啦 阿嬤你怎麼會常常跟我們問這個便當的事啊 這個便當的事啊 因為我最近看一個很感動人的故事跟便當有關係啦 阿嬤阿嬤你不要這樣說到要靠出來這樣 是怎樣啦 是這個便當的故事 那是這個便當的事呢 給你感kte到很心�腎的喔 對 你如果聽我說了 大概你愛很傷心 阿嬤 我的微信帶船好 好 來 準備聽 便當的故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說有一個媽媽 每一個中島時 她都會送便當給她的孩子 但是這個老鼠酒時 都會跟她說 孩子大小不要再送便當 這位家長 我跟你說 當我們孩子已經很大小 也讓她獨立一下 我看你跟她當作孩子一樣 又不可以這樣 孩子大小自己的想辦法 是不是你送便當 盡量讓她用便當拿來耗炊就好 你不用每個中島自己走這座 讓孩子學生獨立 好 家長再見 來 習近平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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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好 這家長送便當是很溫暖的事情 這老鼠是怎樣 在沒什麼愛 現在我老鼠起來 都要我們學生講話很好 但是這家長送便當很好 對啊 是啦 其實 其實 這個中間 其實 有一個故事 因為 這個老鼠其實是 破壁 已經破壁 一段時間了 所以 她一直覺得 可以送便當 就是這個老鼠最寶貴的職業了 所以 十一八天的時 她要求她生死 幫她去學校送便當 所以 這個小孩 看到她老鼠來的時候 非常感動 因為她知道她的老鼠 得到的感情 所以這個老鼠在送便當 這是對這個老鼠來說 是非常更新的事情 對這個小孩來說 只要透過便當 才會拿回到母親的偉大 蛤 這樣 這個老鼠 將五歲去 人家不是不獨立 人家是這個媽媽 用送便當 表達 她對這個小孩的關心 這個老鼠 我們可以自己很內疚 就是說很主軸 對吧 是 所以 這批文章 就是老鼠所下 她說 她很孝悔 這批這個媽媽 她完全不知道老鼠的心情 她說 她問她說 她的老鼠是坐 救火車 來救下 親手上便當 來送給她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就在 校門口 老鼠 遇到她的老鼠 不要想著對這個小孩來說 是一生最大的祝福 阿嬤 阿嬤 你說到實際上 大家聽到都很心酸 在那裡 一個媽媽可以做便當給小孩吃 這就是親情最大的溫暖 不一定要多錢 不一定說家裡要住到多好 我們人和人時間 真正的幸福 那就是永遠的愛 現在時間就到這裡 再見 阿嬤不要傷心 再見 再見 阿嬤 阿嬤